大家好,很高興可以在這個地方做一個跟在外面教學不一樣的一個教學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歌唱老師 所以其實我在外面的教學大部分都只是歌唱 但是在歌唱金牌學校裡面我覺得我可以教得喜金牌,我覺得很感謝神 所以我的歌唱一課我會分成五個不同的項目來教導 第一個項目就是情境與帶領敬敗的技巧 什麼叫做情境與帶領敬敗的技巧 就是我們基本上分成五大種情境來帶敬敗 就是第一個主日崇拜 大家每禮拜天都會去了,或是我們禮拜六的青年崇拜 還有再來就是禱告會,禱告會裡面帶敬敗的方式 那還有再來就是禱告殿 在導告殿裡面我們怎麼樣在一個長時間的一個浸泡和帶敬敗的方式 我等一下會更多的在情與如的這個敬敗還有導告殿的敬敗的裡面 我會更多的來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解說為什麼我們會有一個這個導告殿的這個帶領敬敗 還有再來就是小組裡面帶敬敗 小組裡面帶敬敗,你會跟主日崇拜裡面帶敬敗 你會其實不一樣 因為你是很小群,大概十幾個人 所以小組裡面帶敬敗,還有再來就是特會 例如什麼聖誕晚會 你們有什麼福音場會,步道會,還有跨年這些特會等等 也會教大家在這幾個不同的情境裡面 我們怎麼樣來帶敬敗 第二項目就是四十種帶出自己聲音的撇步 現在我已經不止四十種了 就是曹老師十幾年來很多自創 而且很好用的歌唱逆招 讓你能夠盡量保持在最好的歌唱狀態 所以有一些自己的小撇步會教給大家 所以就是很快的能夠來學習 然後大家比較淺而易懂的一些練習的方式 那再來第三項就是歌唱表達和情緒 這個時候我就要介紹我自己所寫的書 我想把歌唱好 這本書也會是在我們這個歌唱課裡面必須要用的一本書 那因為這個裡面我有講到就是用表情記號來 教大家怎麼樣把一個就是表情和情緒變成一個文字化 但是這個方式是來自於製作人在配唱歌手的時候 溝通的一個方式 他們怎樣溝通怎樣唱歌的感覺啊表情 那跟教導學生如何 在這堂課裡面我要教學生如何聽音樂 來幫助學生能夠了解音樂並且享受音樂 和教導不同歌唱表情技巧來幫助大家心裡面所感受的 能夠完全的表達出來 也幫助大家不善於表達的人也能夠唱出情緒 所以在這堂課裡面我會 就是除了在這一本書裡面所講的這個表情記號 還有我在外面教的這個表情 歌唱表情記號的這個課裡面呢 我會更多的來教導大家如何聽音樂 那還有第四項就是歌唱vs樂團 就是歌唱的人要知道如何請樂團做出他想要的感覺 而且樂團也必須要能夠知道歌唱的人他想要怎麼唱 這個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困惑 我覺得好像說是主領一定要就是會音樂或者是樂團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跟樂團裡面講說 我們想要怎麼樣的感覺 你要怎麼樣溝通 所以我會用一個就是最簡單的方式來教導大家 怎麼樣做這樣的一個溝通 那我相信我們現在已經從一個好像一個聖樂的就是一個團隊 好像一個合唱團這樣的一個方式 已經進入到一個就是有樂團來一起帶領敬拜的方式 所以在這個溝通的上面 我們可以不需要好像就是說很多的很多很多怎麼講的 就是說好像我們在上面在溝通 可是我們很多時候必須要溝通我們怎麼樣帶領敬拜 所以這個也是會教導的一個重點 那在歌唱課裡面 我們會以不同型態的歌曲 為每週與樂團配搭教學 所以我們會我們有選定歌曲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網站就知道我們有不同的歌曲 所以歌唱班與樂手會有四週一起 大家會一起上覺得很無聊 但是必須一定要上的試唱聽寫課 為什麼歌唱班一定要上 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如果歌唱而聽不懂音樂的話 永遠都只能夠唱歸唱 音樂只是你們的伴奏 就好像KTV裡面跟著歌詞的那個上面那個點邊有沒有在唱 所以不是你唱得太快 就是跟不上拍子 或者是該唱的時候沒唱不該唱的時候亂唱白 反正我的樂團要給我配合 所以其實這次堂的基礎課 教導音樂人工夫的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不好好學就很難享受在音樂的flow裡面 所以這個課也是大家必須一定要上的 所以我歌唱課到這裡先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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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